2020年 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 彻底摆脱绝对贫困 创造了人类扶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茂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摘茂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十四五规划建议 也将乡村振兴作为工作的重点来提出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振兴乡村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相关话题必将成为会上热点 2020年有位特殊 疫情大考下 中国打了一场漂亮的脱贫攻坚收官战 振奋人心 在全国政协委员余刘芬看来 2021年中国迎来十四五开局之年 开展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是重要抓手 基层组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 就是一个党组织 你说千针万线都会插到村里 所有的工作都计较在村里 老百姓的生活幸不幸福 满不满意 还是在村里 村干部落不落实 抓不抓 重点 老百姓对他的反向好不好 还是在村里 所以我觉得一个村党组织太重要了 脱贫不反贫才是真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孙建博建议 应当尽快建立完善防止反贫的长销保障机制 巩固和提高脱贫攻坚的成果 我们也要看到目前已脱贫的地区和泪口中 有的茶叶解除或比较薄乱 有的就业不够为定 有的因身体擦击 直接失去劳动能力 所以我也认为 脱贫不反贫才是真脱贫 全国人大代表张林顺 是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 长口村党支部书记 多年来 他带领支部班子 团结村民 发展文旅康养 雷茶 生态齐成等产业 2019年长口村1062人 人均收入达到2.3万元 村集体收入122万元 对于如何振兴乡村 张林顺和长口村 从产业结构角度 也在做着一些尝试 我这个村17年 我们就成立了年村单位 周边5个村 随随相联相通的村 就拉入到我们这个年村 单位当中 那我们现在有的产业 已经就在复制着 我们的其他村 这年村里面其中 当时有两个是 建塔利卡的贫困村 那现在我们也从产业上 从一些项目上 帮助他们 来达到一种 能够抱团去乱 共同来做大 就是包括生态 产业项目 还有资源 能够共联共享 达到就是 墙带落 富贯村 抓江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 周中联认为 留住人才 要从政策角度发力 让农民的子弟兵 愿意回归乡村 其实乡村振兴呢 人才是关键 这个人才呢 我觉得最好是 让我们的这些农民 子弟兵 能够回归乡村 他能够呢 吃住在家里 现在啊 我们一些农村培养出来的 大学生 都往城市跑 其实我们政府 要倡导一些政策 让这些农民的子弟 并回归乡村 这是一方面的前例 做好乡村振兴 要重视儿童的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师范大学 副校长曾丽表示 一方面要提升 劳动力素质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保护 让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 适龄儿童 都应该是得到一个教育 提升这个劳动力的数字 那么最终在乡村振兴 过程当中 发挥他们该有的这个作用 结合我们几个民族地区的 这种高等院校 加大对这种乡村振兴的 这些课题的研究 我们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 加大对这种传统 民族文化的保护 特别是一些这个 少数民族这个传统文化的 这种保护 把它融合 结合在我们乡村振兴的 这种发展过程当中 推出这种有特色的 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 这种乡村振兴的 这样一个发展吧 几位代表提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广大农民是参与者 也是受益者 既要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 又要重视在发展的同时 保护好绿水青山 打好乡村振兴的生态派 有时候我们搞谷的生加工 这个养殖 这个进行这个 这个生态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 这样的话就使我们这个 这个谷子呀 就在这个 不但是为国家的粮食安全 可以提供保障 也是对美家美人户 种谷的农民 和这些参与这个 加工转化这些个 这些个人员 都能够这个提高收入 我觉得特别是山区 要向绿色转型 要出路 向生态产业要动力 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路子 使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 让农民 稳端好 绿水青山 这个青饭碗 实现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 在重视基层组织建设 完善保障机制 创新产业结构同时 也要关注人才支撑 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要将各方面有效统一 才能更好的 让农村改革 向纵深推进 让乡村缓发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